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的是获得的更多 以实体语会 由五党级立委林长佐担任团长 共五位跨党派议员 前一天特别拜会了哥本哈根市长路特肯 就文化教育 科技等议题交换意见 林长佐则主席第二天的峰会 以对抗中国威权之国会观点 与印度和乌干达等国会议员进行语台 与谈中 印度国会议员苏吉呼马也 肯定台湾的抗议表现 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立委林长佐也借机呼应民主国家 加强与台湾官方的友好联系 立抗中共 而总统蔡英文也将在十日晚间 第三度受邀哥本哈根民主峰会 以视讯发表演说 谈论台湾的民主经验 新唐亚太电视唐吉安总理报道